剛剛我做完的畫面程式都有貼一下 那可能第一個 你要注意一下 建立一個TST檔 記得那個剛剛有同學 一直跑不出來 原因是因為他建立的地方不是在這個套件 而是在這個專案上面 如果你建立按右鍵新增的話 他會新增到他的外部 那這個外部路徑就不一樣 不是在同一個目錄的話 你可能就要給他什麼呢 可能你那個Workspace的路徑 要一個絕對路徑 而不是相對路徑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們剛剛有講到那個 位置 當然你也可以再試一下 因為目前現在我們輸入的都是數字 你也可以試一下如果說我今天用的是中文的話 這邊可能會牽涉到一個什麼呢 那個就是 那個亂碼的問題 這個編碼方式怎麼去處理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剛剛 只有用到一個ReaderLine 那可是ReaderLine 只有Reader一行而已 Reader一個Line 那如果你要下一行怎麼辦 因為理論上你的Data會有很多行 那如果你要下一行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要用一個回圈的 就是你就是ReaderNets 就是下一行下一行下一行 那這樣的話他會把你整個檔案全部都讀進來 所以呢在檔案一般 他用的比較多的啦 可能用TST 有沒有比如你資料庫會出的話 或者你可以是CSV CSV的話基本上 你可以把那個 Excel裡面的資料 另存新檔 它有一個CSV嘛 那CSV打開來 它也是一個純文字 裡面的話就是用豆點加分割 所以你們也可以 在那個我們的雲端上面 也許可以看那個範例檔裡面 有一個會員資料 也許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假設啦 練習看有沒有辦法 把那個會員資料 把它 做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呢 就是 讀取到你的那個 就是用剛剛的方法 但是記得喔 你可以把這邊下載 不過下載的話 因為我是把它 丟到那個雲端上面 你可以下載的時候 它應該有下載格式是什麼呢 CSV嘛 那你可以把這個CSV下載之後 利用什麼呢 也許你可以用那個 把它打開來 開啟那個路徑 然後按右鍵喔 其實你按右鍵就可以了 在Nordepad++開啟 或者用編輯也可以 那你會把右邊編輯之後的話 它這個地方就會有我們所有 CSV裡面的檔案 那中間也是用豆點 有沒有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這裡面的東西 所有資料都幫我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的 Python裡面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複製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 一樣在這邊按右鍵 新建一個 也許是一個那個什麼 檔案 那檔案的名稱的話呢 也許是會員 我們用 英文的好了 Member 點 CSV 其實特別重要 副檔名也可以自行建立都沒關係 你打TST也OK 那建立完之後的話呢 那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幫你把它建立起來 秀 有個什麼 問你說 你要在哪邊開 那我們就ID好了 OK 那你開起來之後的話 當然 這邊就會有個Member的一個CSV 出現 他這邊好像會會自動去 他可能找不到對應的那個開啟檔案 不過沒關係 我看一下直接現在開好那沒辦法開 那我就 乾脆重新命名好了 我們直接先不要用CSV 用TST好了 因為他內部的那個編輯器可以啦 我就直接用TST 那把剛剛的東西把它貼上來 你會發現貼上 一個Member的TST 裡面的話跟剛剛不一樣是這邊有中文 如果用Read的話 OK 所以你可以 把剛剛的東西 把它Safe一下 其實把這個Reader 這個我剛剛是FileReader1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FileReader2 支付詞可以自己再做個練習 把他這邊有個Member 裡面的話基本上 我們可以直接用剛剛的方法 把它 開啟 Member 然後呢 點TST 那一樣 用那個Reader方法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Reader 但是編碼方式 當然來源如果我們是從雲端下來 應該這個地方encoding就不用再加了 除非有RAM的情況下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希望把 裡面的資料 一行一行讀取的話 那你可以跑一個FOR回圈 FOR什麼呢 這個LINE 這個LINE的話是一個變數啦 意思就是 幫我把 資料從這個F的物件裡面 一個一個的讀取 所以呢 FORLINE IN 這個F 然後呢 幫我把那一行的資料 所以他讀進來 從這個方式讀過來的 那會是一個自創 而且會一行一行讀取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沒有問題 確定說你這個檔案是存在的 有沒有 所以我們把它open起來 而且入鏡記得要放在一起 同一個目錄裡面 然後 讀進來之後 然後 後面這個 這個後面 豆點 這個是指的是把那個 後面的東西清掉 因為它會多一個 Enter 所以如果要把那個 後面那個Enter拿掉的話 你可以在後面加一個 這個 End 最後面那個 等於空字串 那我們來試一下 最後把它close掉 不過我發現這個close沒加 好像也 一直都還好 因為他只是說他的那個 物件 會一直放在記憶體裡面 會浪費一點空間 不過我是覺得那個浪費空間 以目前的記憶體來看 是小到一個不行 所以沒有close好像也OK 但是 知道一下就好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把這個地方 把它直接輸出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給全部輸出才對 不過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Fly 第二行 你會發現 CP950有沒有看到 好 一樣啦 所以 因為我傳到雲端上那個Excel 這個也是Excel討厭的地方 因為Excel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我會把那個編碼方式區分成微軟陣營 跟非微軟陣營 如果是微軟東西 那很抱歉 你就是要怎麼樣 剛剛是開檔 跟 模式 最後的話你可能要多加一個 就是 告訴他什麼 encoding 就是你那個encoding 你的那個en encoding就是編碼方式 encoding的話 就是 把他 改一下 encoding 等於什麼呢 你會發現他自己會出來 等於 後面的話呢 不過他是 import 這個不用 等於什麼呢 等於告訴他說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那其實直接就是這個啦 CP950就OK啦 CP950 那如果另外一種預設就是 UTF8啦 其實除了 CP950要加啦 預設 UTF8就不用加了 OK 如果你UTF8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這個應該OK了 他也會告訴你為什麼錯 那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的話呢 Scan as decode Possession CP950 還是一樣 encoding 這個看一下好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可以把它讀進啦 我再看一下有沒有哪個地方 要再做一個 設定理論上這邊加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等那個 把它打開來 其實如果用記事本看你 另存心檔大家就知道他的編碼方式了 很意外的喔 他其實不是CP950 他其實是UTF8 所以其實 encoding 所以基本上 預設好像他輸出因為這個環境是放在那個 我們的Windows裡面 所以他預設只要你 什麼 預設的開啟好像是CP90 如果你假設裡面有UTF8的支援 他就會出現錯誤 那怎麼辦呢 你就記得把它改成encoding等UTF8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裡面是UTF8 你就要給他UTF8 喔 不過如果你把它試試看喔 把它另存心檔看看 是不是加另存心檔 存成什麼呢 Ansi 其實Ansi就CP950 會不會就不用加encoding 這個可能要試一下喔 因為 常常不一樣的環境 Windows Linux 其實他的結果會不一樣 因為預設的 編碼方式就會造成這種差異 那其實他們為什麼不把它統一起來呢 這就是喔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容易造成 問題的點 那可能要注意一下 也許這邊我把它改一下 可以測試一下 因為有些時候 只要 一個錯誤發生啦 你就是把它再存 我把它另存一下 不過我是在我的Worksheet裡面 這個P1的目錄裡面喔 那如果說我把它儲存之後 假設我用encoding.youtube8 來執行的話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就全部把它 而且你會發現喔 它的讀取是什麼呢 它就是 把這個f的物件裡面 把它開起來 有沒有 因為裡面很多東西 它就是read的一行 放在哪裡呢 放在line裡面 然後把它print掉 這個的話就是把後面的換行 把它拿掉 因為print本身也會換行 所以它這個就換 不會就多兩個換行 所以 假設你把這個拿掉的話 我印象中這個是 會多一個換行 輸出的話 它會多成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多這麼多換行 就一個兩個啦 避免就是 換行換行 這麼多換行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後面逗點 加一個什麼呢 1N 就是它最後末端的東西 把它清除掉 再敘述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幫你把後面那個 Enter拿掉 看起來 會比較不會怪怪的 那一樣啦 後面這個也可以 再跟資料庫結合 怎麼說呢 Seqlite裡面呢 比如說我可以在Seqlite裡面 建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就是剛好 就是編號 姓名 生日 一直到手機 五個欄位 再配合 Seql Seql的指令 Insert into 這個以前 反正我的課都一定會講這個 Insert into 五個欄位 就是這五個欄位 Values 後面的資料 就把它讀一行之後 那因為它裡面呢 從第二列的資料開始 就會有這一個 可是問題你不能直接 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東西全部丟啦 因為你要把它切成 五個嘛 所以可以用什麼呢 剛剛用過嘛 Sprits 所以你會發現 Sprits太好用了 你不會用Sprits的話 很多 是做不出來的 Sprits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前面一定要有個東西接 用什麼接呢 一定要用那個 有沒有 剛剛講那個串列 接到之後 在 敘述的時候 這個是第一個 就零嘛 1 2 3 4 這樣的話 就會分別把它丟到資料庫 所以 後面我們有個練習 就是把檔案跟資料庫 又再串起來 就是把檔案讀起來的資料 再把它怎麼樣 再寫到資料庫 這還蠻常做的事情 再然後面還會衍生出什麼呢 就是 如果我的資料 不是放在檔案 是放在雲端上 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是從雲端上面下載 如果說未來呢 你要把這個東西 從雲端上面呢 塞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是在 這邊有個發佈到網路嘛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 變成一個 網路上的 CSV檔 所以開檔的話就到網路上去開了 其實差別在哪裡 差別一個在存在你的硬碟 一個是存在 網路上而已啦 那他如果是 這一個 把它做成什麼 變成CSV 有沒有 那你把它發佈出去 將來呢 他就會是一個 網路上的 CSV檔 也會有路徑 所以我們 後面還會講 就是說 如何開啟 你雲端上面的 CSV檔 不用放 這個好處什麼呢 只要任何一台 電腦 都 因為你本來沒有嘛 那不可能說你 叫他 你自己再新增一個吧 我怎麼會有 會員資料 會員資料在你那裡啊 不用啦 你就 我就把資料都放那裡啦 而且我更新也在這邊更新 那你自己的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去check一下 或者第一次執行就把你的舊的會員資料 先砍掉 再low新的進來不就好了 所以每一次不就都是最新的嗎 所以 用雲端的方法就可以這樣 後面會再講 那其實你會發現 用來用去 其實關鍵的東西都差不多 只是差別就是你的資料應該放哪裡 OK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也許 可以再試試看吧 那這個檔案其實你也可以 自己從你那邊去下載 下載成Excel 自己再丟到你的雲端 你也可以 當成是發佈 那個資料來源 的那個 你也可以發佈你自己 不過前提是你要 放到你自己雲端上去 那個後面還會再 再提到 那所以 試一下 剛剛的這一題 其實你會發現程式非常簡單 跟剛剛好像沒差很多啦 一定多一個什麼呢 encoding而已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後面跑一個回圈 For 這個Line 這一行 再印F 把它丟 把它print 一個一個把它print出去 就可以把你的 會員資料給print出來 所以 1 從雲端上 幫我建一個這個 2 把這些敘述打上去 3 看到結果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檔案的讀取 其實在 那個 Python裡面 真的還蠻容易的 沒有幾行 這些我想都是關鍵的地方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讀取檔案 大概就 遵照這幾個 步驟來做 應該 就很簡單 所以 再來就是 請各位 去找一下 像我剛剛提的 類似 比如說像全民英簡的單字 有沒有 那一定會分成有 假設你把它區隔成 單字 有英文 第二個是 解釋 有 中文 那就是 一個 兩個list list 1 跟list 2 那將來 你可以對應的 如果 你丟一個問題給他 隨機抽一個 那就是 抽英文的 假設啦 你可以兩種選項 請問你要 英文 出英文 考中文 還是出中文 考英文 兩種模式 然後呢 他就用 random 前面講過的方式 隨機 看抽幾題 然後 然後你可以 再去考他 那必須要 可能 實體 全部答對 然後 可以 給他累計 一個分數 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 類似 運用我們 剛剛講的 那前提可能你需要 要不就是 建兩個檔案嗎 一個是中文的 比如ch 然後一個是英文的eng 的純文字檔 當 檔案 Python 啟動的時候 就把那些 抓進來 丟到兩個list裡面 然後隨機讓他 去考 考試的話 也許就是用 壞回圈無窮回圈嘛 像前面有講過 出 實體讓他去考 如果 他可以考過的話 才可以下課 沒有考過的話 就不准下課 這樣子 OK 其實也可以拿來考 考你們Python 之前 上過的東西 出一個題目來考 請問 做完 題目 實體全部答對 才能 下課 對 現在還好啦 就是細節大家看一下 因為 這裡面的東西 我們 應該 都有啦 都留下來 OK 所以還要多 多練習 這東西說真的 你說我講一次 你就會 那真的 你是天才了 你一定還在東望西望 雖然剛剛只有四行程式 可是叫你要打的話 應該一次要打正確 也不容易嘛 你看沒幾個字吧 裡面的英文字母全部加起來 應該 很少啊 可是要全部run出來倒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細節部分 大家要知道說哪些是細節 OK F等於open 哪個檔案的路徑 檔案不要放錯位置 而且確定要有這個檔案 逗點就是R 就讀取 在逗點就encoding 等於什麼 UTF8 不過你要確認一下 你那個 如果你們現在用 應該UTF8啦 然後在for for什麼 forLight In F 冒號 print 就是把Light print了出來 如果你要去掉換行 就是逗點 end 等於空的 最後把F點Close 就完成整個流程 這個盡量還是 因為這個很重要啦 以後你要讀檔 反正就這四行而已 如果你要再少一行 把第四行 F等於Close 拿掉 其實他也會run 就剩三行 這個我想請各位 再試著把那個 會員資料 部分 把它 啊 好 好 感谢观看